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電腦教學頻道 今天來講講在職場辦公室 時常用到的Excel文書處理軟體 Excel概括可分成兩大類 一種是如倉庫進出貨品的登記 或像是參加訓練課程時 上課需要簽名的簽到表 這類偏向表格整理的類型 另一種則像是模板類的形式 比如召開某某會議時需要做的會議紀錄 或者費用報銷單據 另外則像財務報表之類的這樣子的格式 接著我們實際透過儲存格的基本操作 來學習使用Excel的方法 比如這個月公司的扶委會交接 我剛好是簽王 又恰巧被選派為會議紀錄人 因此我想把每次扶委的開會過程 以檔案的形式留存 我們可以試想會議紀錄該有哪些紀錄實想 比如會議名稱、時間、地點、會議主持人、討論主題等內容 於是可以先擬定會議紀錄的樣式 首先我們先打開一個空白Excel 開始著手剛才構思好的內容版面 在相似這邊注意有個小技巧 因為相似是逐漸抵震 我們可以將優標放在右下角 讓它變成加號 然後向下拖曳到你要停止的儲存格 當你放手時 Excel就會自動把相似依序填滿各個儲存格 內容建立好之後 我們要為這個會議表格 繪製框線 內容建立好之後 我們要為這個會議表格繪製框線 這功能是將選定的儲存格 合併成一個新的儲存格 並將文字自中 接著點選複製格式 一併把討論主題和決議事項套用 跟府委會會議紀錄相同的格式 再來 合併各儲存格 讓表格看起來更像會議紀錄的樣式 在與會人員的欄位 我們點選合併同列儲存格 這是把同列合併為各列新的儲存格 而不是將選定的儲存格 合併成一個 我們接著完成後續的合併動作 請回應 我們在選擇 跟班辰 我們會進行 如果觉得这些灰色的框线妨碍观看 可以在页面配置的功能列将简式格式的勾选取消掉 这样画面看起来更简洁 接着调整文字的字形及大小让标题可以被图显出来 为了让内容看起来不那么拥挤 可以开始调整栏宽和列高 当滑鼠变成箭头符号进行拖曳时 这会将所选中的栏位一起调整宽度 在F栏这边预计完成日看起来比较拥挤 可以将游标停留在所要移动栏边界的右侧 直到它变成双键号的游标图示 就能调整宽度 接着拖曳边界 直到显示成自己所要栏位的宽度 这边看到number文字靠左 一开始手禅重复了内容置中的动作 我们再置中一次 接着我们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柔和一点 把决议事项内的像是 它的线条改为虚线 这样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呆板 点选框线按钮的其他框线 让列的框线样式变成虚线 栏位框线选择无样式 这样会议记录的编排就完成了 最后不要忘记下载本节的翻例档案 试着动手做做看 我们下回见